大家好,欢迎来到妈妈老师音乐教室 今天呢,我来做一个补充的一节课 因为有小朋友反应啊 在学习长号手这首曲子的时候 遇到了困难 有一点太难,不知道该怎么两个手来协调 那所以呢,我们今天来想想看 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助小朋友 好,长号手这个曲子啊 它难是难在,两只手的动作不一样 一个呢,右手要一直摁着 而左手呢,是在不停的摆动 所以它是这样子,弹出来效果是这样子 那么我们怎么练习呢 第一步肯定是分手练 先各分别的 二三四 然后二三四 我们就单独的把这个右手变化的 然后呢,左手也单独的去练 先把这两种 左手也单独的 好,那么当我们分手练手了以后 我们要两个手一起开始的时候啊 在开始之前我们先做一个预备练习 什么预备练习呢 我们可以把琴盖盖上 然后再琴盖上 看完啊,我们来拍 就是不弹 但是拍 试试看 把这个节奏拍出来 对 右手就是拍右手的节奏 左手是拍左手的节奏 很好 好的 好的 这是第二步 那第三步呢 我们在琴盖上弹 弹 比方说这是me 对不对 你就弹三指 然后等一下弹 refa的时候就用24 这样子去弹 好不好 试试看 预备 起 大大大大 大大大 大大大 哎,弹错了吧 嗯 大大大 大 大 大大 大大大 大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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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大大 大大 大 好 好的 就是呃 第三步了 是不是啊 然后第四步 我们现在可以把琴盖打开 再琴上弹 那么刚开始呢 肯定小朋友还是不太习惯的 那我们做老师或者是做妈妈的可以来帮个忙 我们来帮助这个小朋友把这个右手给按住 左手让他自己弹好不好 预备 起 对 对 帮助他按一下 好 要换24了 对 帮助他按 好的 好 这是第四步 那么接下来 试着让小朋友自己弹弹看 预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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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间 预备 预备 yy 阿 E 很好 好刚才呢我们就是介绍了 怎样一步一步把难度加深 来分解的练习这首长号手的曲子 希望这样的方法能对你有帮助 让小朋友能够不觉得那么的难 那么今天的这个补充的课程就到这 感谢你的收看 如果你喜欢请点赞加订阅并转发 谢谢再见 拜拜